粉丝提问,如果军备团径改成选用18把武器中的两把,枪械不再轮换会发生什么? 这样改算是大改动了,将有三个变化 一,玩家都选最好用的武器 现在的军备团径武器都是随机的,玩家根本没得选,只能用规定的武器 可现在是18把武器中选两把,那玩家肯定都选最厉害最好用的武器 步枪肯定是狗杂M762 AUG M416,狙击枪肯定是MK14 AMR 冲锋枪肯定是P90,喷子肯定是DBS S12K 剩下的武器应该没什么人选了 二,游戏节奏会更快 之前因为武器是从强到弱的,所以游戏节奏是越来越慢的 越往后越难击杀人 可现在是18把武器中自选两把,那武器强度一直都是最高的 节奏肯定会比以前更快 三,玩的人会变少 不过这么改肯定会有很多人放弃军备团竞 因为这样改就和普通团竞差不多了 只不过普通团竞是从武器库中选 这个模式是从18把武器中选 喜欢老的军备团竞的玩家很多都不会玩了 小伙伴们,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关注三连哦,我们下期见